土瓜灣最近有一間新開業的中菜餐廳 裝修酒簡約休閒路線 氣氛輕鬆又舒適 我們這間餐廳是由新派中菜為主 我們希望用醉醉的概念吸引客人過來 用新派的菜式聚集客人 回到德國鹹豬手 本身有鹹味 我們會用少許藥材 香煙八角 再加冰糖煮兩小時 然後焗一小時 然後再用麻油炸兩次 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讓客人試過效果 點火 想用氣氛 豬手經過玫瑰露點火分香之後 味道更加濃郁 吃下去肉質軟軟 肥瘦均環 我們這個湯是很受客人歡迎的 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買一百個以上 那個椰子我們每天都要新鮮回來自己開 然後燉湯的底碼 即雞件 雞 雞腳 和肉 我們要燉最少四小時以上 每碗燉湯裡 還有一條特大的珍寶花膠 超過10cm長的 淡淡骨膠圓 湯頭清甜 清熱又潤肺 餐牌有多款食物 都是充滿滿味 廚師將蝦春卷 做成這個雪茄造型 口感香脆 外形以假亂震 還有非一般的魚香茄子 因為這個魚香茄子 我們平時吃的是傳統一點的 我們新派 我們想香厚一點 我們就用了一個炸的形式 炸了茄子之後 然後自己再把魚香茄子的汁上去吃 最後還有賣上精緻的海鮮 同樣都是充滿心思 我們用的是北海道法馬背 這個法馬背回來之後 我們會經過自己的驗疾過程 然後就會經過一個油炸過程 然後面頭就會有些香草汁 然後會有些菇和茄子 然後下面的脆米 我們就會用我們原本的炒飯 風乾了兩至三天之後 將它變成一粒米 然後再炸回去 變成一粒米桶 茄仔貝入口爽滑 味道鮮甜 水漲絕對不讓酒樓差的 就來中秋節了 一於帶家人朋友來聚聚吧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